所以他一直强调说通膨太危险了 人民都不愿意接受了 他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那表示这样的通膨是无论如何都要压制的 可是在压制这个通膨的同时 又碰到了美国的第一季 它的经济伤害率衰退1.4% 所以经济衰退如果再大幅度升起的话 会使得衰退的情况会更为加重 所以我想他在这边有点左右为难 到最后大概就算是妥协了 就是没有像当初我们想象的那么鹰派 一下升三马 所以现在就缓和一点就是他只升两马 而且把这个缩表的时间延到六月开始 而且缩表的幅度先减少一半 我想这样的就是 你看都是第一季都是负的 就表示政府的支出跟去年相比 事实上不如去年 所以他有一个压缩的力量 但更糟糕就是你看这个出口 出口的增长是-5.9 但是进口的增长是17.7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贸易逆差变得很大了 通常这个GDP是它的构成的成分就是消费加投资加政府支出 就前面这三项 再加上出口减进口 就是它的贸易顺差 那现在如果出口减少了 但是进口增长很多表示最后这一项是一个往下拉的力量 而且拉的力量很大 所以有人估计大概是单单这一项就把成长率拉下来四个百分点 所以造成通膨的原因有好几个面向 其中有一些是长期的 有些是短期的 那短期的像就是疫情 疫情如果像目前这个情况呢 很多国家呢开始都解封了 如果哪一天就美国也解封了 台湾也解封了 就表示这个世界呢 已经可以跟病毒共存 那个时候呢 一如对于生产的影响 就变得很小 但除了一个国家呢 除了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它一定要清零的话 它可能会清零得很辛苦 因为这个疫情线扩散这么严重 大家都就放手不管了 只有它要管 所以它面对着敌人呢 是越来越强大的 所以全世界呢 通膨的最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说是短期了 也算短期 就是中国大陆坚持清零 要封城 而且封了70多个城市 而这个封城呢 就会使得供应链 不要说三兆了 只要一开始缩表 它就发出一个信号 就是全球的资金市场 不会像过去那样 不断地膨胀下去了 这个信号呢 其实对很多的市场 都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因为像股票市场啦 像房地产市场 这都靠资金来支撑 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 这个下降的这个速度 跟幅度有多大 如果下降的幅度越大 就表示这个水平降得越快 所以房价股价就跌得越多 如果他说要在三年室内 要收回三兆美元的话 那不只是美国要收回三兆美元 其他国家也会跟进 一些国家也会升息 升息的同时也会收回资金 这是全球市场里面 淡滥的资金呢 会不止以三兆美元的规模 会以更大的规模开始收缩 所以这个收缩呢就会吧 老师要像我们这次录影 就是改到这个礼拜四比较晚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给观众最新的讯息 就是凌晨两点 鲍尔开完记者会之后 然后我们是礼拜四的中午 再来录影 因为这一次的鲍尔的记者会 其实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通膨数据越来越高 那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 它预期 就是一如大家预期的 就是升息两码 那缩表的部分是六月才开始启动 那启动的这个数据呢 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当初那么多 就是950亿美元 它是从六月是300亿的公债 然后175亿的不动产抵押证券 我们把这些讯息的策则 我们下定的预期 我们下定了 总是每次的策略 我们下定的预期 我们在这些讯息 我们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来看 我们认为整个股票 我们下定的预期 我们下定了 我们下定的策略 在相当前提及 我们下定的策略 全的策略 over the past year, and further surprises could be in store. We therefore will need to be nimble in responding to incoming data and the evolving outlook. 他這一次的談話當中透露出什麼樣的訊息? 因為美國的通膨實在太嚴重了,三月份到8點五 所以我想他們在這次開會之前對美國當前的通膨膨脹率 應該還是有感覺,我想可能不會,不會比三月好 所以他一直強調說通膨太危險了,人民都不願意接受了 他一直想要這件事情,那表示這樣的通膨是無論如何都要壓制的 可是在壓制這個通膨的同時,又碰到了美國的第一季 它的經濟上映率衰退1.4% 所以經濟衰退如果再大幅度升起的話,會使得衰退的情況更加重 所以我想他在這邊有點左右為難 到最後大概就算是妥協了 就是沒有像當初我們想像的那麼鷹派 一下升三碼 所以現在就緩和一點就是他只升兩碼 而且把這個縮表的時間延到六月開始,而且縮表的幅度先減少一半 我想這樣就使得大家就稍微鬆一口氣 同時我覺得他還表達了一個很強烈的意思 就是雖然看到第一季經濟衰退 但他說因為家庭的支出還非常的旺盛 企業投資也很旺盛 就表示美國經濟處在一個很好的狀態 而他也說根據財政部長葉倫的說法 美國經濟現在是非常強健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可以放手 就用升息兩碼來對抗通膨 老師剛剛提到那個數據 我有調一些相關的一個表格 美國實質GDP就是扣掉通膨的影響之後 實質GDP 他的數據在第一季 其實這是很明顯的就是負的 負1.4 所以他那麼的 就是美國聯準會就會比較收手 因為我記得去年的第四季好像是6.9 計增6.9 所以其實數據很不錯 跟這一次的負1.4來講 其實落差非常的大 所以可能這是聯準會 原本市場預期說有可能會升三碼 然後他最後是升兩碼的 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然後還有下一個就是 聯準會會跟大家講說 負1.4不用擔心 是最主要是因為 美國的消費的部分 是不是其實還是不錯的 投資更強 對 投資更強 所以這樣的數據也會讓聯準會 會覺得說會比較心安一點 也讓大家覺得說 雖然第一季的激增是不好的 可是其實總體的數據來看 它在消費跟投資上面 強勁的話代表美國的經濟 沒有陷入衰退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對 因為你看這個數字 它表示就是 就民間來說呢 經濟非常好 不論是民間的消費或者投資 真正比較不好的 是兩個面向 一個就是政府支出 反而減少第一季 因為它前兩年都大幅度增加 老師這是年增 我來叫那個計增率好了 你看 第一季都是負的 就表示政府的支出 跟去年相比 事實上不如去年 所以它有一個壓縮的力量 但更糟糕就是你看這個出口 出口的增長是-5.9 但是進口的增長是17.7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貿易逆差變得很大了 通常這個GDP是 它的構成的成分就是 消費加投資加政府支出 就前面這三項 再加上出口減進口 就是它的貿易順差 那現在如果出口減少了 但是進口增長很多 表示最後這一項 是一個往下拉的力量 而且拉的力量很大 所以有人估計 大概是單單這一項 就把成長力拉下來四個百分點 所以如果只是因為這個外部的因素 這個外部因素呢 當然你可以做很多解釋 比如說為什麼它的出口會減少 就是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因為烏爾戰爭 因為工藝鏈的斷裂 因為航運的問題 所以如果是因為這些因素 而進口增加呢 反而代表它的內需很旺盛 因為不論是消費或者投資裡面 這一部分是來自外國的 所以這兩項很強 就把進口拉起來 所以整個來解讀的話 除了政府支出 好像不像去年那麼強勁之外 它的整體的民間的部分呢 其實是表示這個經濟體質很好 能看成長力的 income 絕對市場 有不同的生意 貸金 更加均一半 更加均一半 known事情 發展開於市場 因為市場 非常均一半 所以从这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大家不用因为第一季是负1.4而担忧 这个美国经济会是衰退的状态 我们可能要去看实际他在消费跟投资这两项 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经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走势 而且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他的这个通货膨胀快速上升 他的原因就是进口的物价快速的上升的话 这个时候呢他的政府不能做什么事情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压制他的进口的需求 压制消费需求 所以提高他的利率其实就有这个意思 就是利用提高利率 利用收缩资金来使得消费跟投资跟进口能够降温 这个有助于他的通货膨胀率的控制 所以难怪我看鲍尔其实在这一次的谈话当中 还有讲到说就是他们的政策工具 其实是有点无奈的 就是他说这一次最主要是供应链 所造成的通货膨胀 但是他们的政策工具只能针对需求面 所以他们现在只好去压那个需求面 然后另外一方面希望在供应链的部分 能够自行的慢慢区换 的确如此 因为通货膨胀这两个类型当中的 需求面是比较好控制的 这攻击面是最难控制的 像过去我们看到这所谓停滞性通货膨胀 都是来自于攻击面的因素 而攻击面因素呢 从现在这个地方来看呢 他发现就是其实跟美国本身的关系不大 当然有一部分就是他对中国大陆的这种贸易制裁 这个部分是他的责任 他跟中国大陆之间把科技的产业强行切割 使得供应链断裂 这是他的责任 但这个部分是他有政治目的 他不会因此而改变 而至于其他的 因为疫情 巫洱战争造成了供应链的改变 那不是他能够控制的 所以他只能够说 我控制我可以控制的部分 希望能够对美国人民有所交代 让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不会太严重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战争周报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因为我看有观众就说 那我们干嘛一直讨论美国的情况 其实是不是因为美国的 任何的经济变化或者是升息 都会牵动了我们台湾 或者是中国大陆很多国家 他未来的经济政策的走向 当然因为第一个就是 美国还是全球第一强国 而且它的这个进口 是国际市场大概最自由的一个市场 同时美元又是全球的最强势的货币 又是主要的交易媒介 所以当美国开始要升息的时候 让它变成一个带头者 它在带领其他国家跟随 跟随它一起升息 一起收缩货币 这个可以从过去我们所看到的量化宽松 可以看得出来 过去的量化宽松呢 把领域降到零等等 都是美国带头 其他国家跟进 所以美国这个带头作用是很强的 那现在呢 当美国开始 它说我要缩手了 我要把资金收回来了 我要提高利率 当然其他国家呢 也会跟随 这代表就是 它成为一个全球的趋势 所以当然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 美国的这个动作 因为我看鲍尔这一次的谈话当中 他有讲到说 他认为就是通膨未来会是趋缓的 所以老师觉得 以目前看起来这个状况 会是这样子的走向吗 通膨未来会趋缓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但是我们一直强调就是 造成通膨的原因有好几个面向 其中有一些是长期的 尤其是短期的 那短期就像就是疫情 疫情如果像目前这个情况呢 很多国家呢 开始都解封了 如果哪一天 就美国也解封了 台湾也解封了 就表示这个世界呢 已经可以跟病毒共存 那个时候呢 疫毒对于生产的影响 就变得很小 但除了一个国家呢 除了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它一定要清零的话 它可能会清零得很辛苦 因为这个疫情线 扩散这么严重 大家都就放手不管了 只有它要管 所以它面对着敌人呢 是越来越强大 所以全世界呢 通膨的最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说是短期了 也算短期 就是中国大陆坚持清零 要封城 而且封了70多个城市 动态清零和经济发展 正常的生产生活之间 它们是相互协同的 不是相互对立的 而这个封城呢 就会使得供应链呢 会严重的断裂 而且供应链的断裂呢 除了生产断裂之外呢 它的运输也断裂了 所以这个因素呢 如果可以在不太久的将来 可以改善的话呢 可以对通俄膨胀呢 会有压制的作用 这是一个短期因素 另外短期因素呢 就是乌尔战争 因为乌尔战争 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 它让能源价格 跟粮食价格大胀 因为俄国跟乌克兰 都是产油跟产粮食的大国 所以当他们对打的时候呢 像乌克兰 它粮食几乎不能生产了 而俄国的石油呢 就受到各国抵制 所以这种抵制 或者是停止生产 就使得粮价 跟能源价格就开始大涨 而这个大涨呢 目前看起来可能还会更严重 因为乌克兰这个粮食 停止生产这个影响 还没有完全显现 而至于这个俄国的这个 能源出口呢 没有完全受到抵制 如果哪一天 欧网正在下令决心说 我就要全面禁止俄国能源 输入欧洲的话 那时候呢 那个油价可能会再暴涨一次 这些呢 在短期之内呢 都是推仗这个通货膨胀的重要力量 而这力量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强 不是在减弱 但是如果欧洲战争呢 真的停火了 而停火之后呢 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呢 也放宽了 那个时候呢 这个因素可以消除掉 这是另外一个短期因素 除了这两个短期因素之外呢 大概剩下来的就都不是短期因素了 剩下因素当中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一直强调 就是中国大陆世界工厂关闭了 这个关闭呢 就使得它过去30年所创造的这种 非常平稳的价格 以及高速成长 这个世界的这个共同现象 从此消失了 所以这就注定 我们要跟通货膨胀共存 这已经不是任何短期因素 可以改变 所以即使我们把刚才这些短期因素 都已经去掉了 都改善了 通货膨胀率呢 绝对不会回到过去这种 0啦1啦2啦 可能呢大概5%6% 可能变成常态 那长期因素当中另外一个呢 就是供应链的改变 我们刚刚讲过 供应链改变呢 一个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对抗 这个对抗呢 使很多的这个生产呢 被迫必须要分边站 而这分边站呢 就使得成本提高 另外一个呢 就是当全球开始发生对立 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各国家呢开始感觉不安 以美国为首 觉得好像我把我的重要的生产 放在其他国家手里是不好的 我都要收回来自己来做 所以供应链变得不但是断裂 而且是越来越缩短 缩到最后就变成就是 它就只有 每国家都是自产自销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表示呢 过去由于全球分工 所带来的这种效率 跟成本降低 从此就不会再看到了 而效率跟成本降低呢 就是物价压低的重要力量 所以当这两个恋爱消失掉之后呢 就表示呢 物价开始要更往上升 这是另外一个长期因素 这个因素看起来呢 短期是不会解除的 所以两个长期因素都非常重大 而两个短期因素呢 可能慢慢会改善 所以到整个这个大势呢 都已经底定之后呢 我想全球应该还是会面对一个 远比现在为高的通膨胀胀率 因为我看鲍尔的谈话里头 他说他有决心 可以让那个通膨 回到2%左右的水准 所以赵老师刚刚这样讲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吗 我看一 point is the U.S. is now approximately self-sufficient in oil and fossil fuel but you're right adverse supply shock we call it which is not something that the Fed or any other central bank can deal with they don't have the tools I don't expect it to get down to the Fed's target of 2% within the next two years I mean the Fed says it does expect that but I'm a little skeptical 如果还有人相信 鲍尔说的话 对 我记得他可能是一个 盲从者 因为我觉得他自己 其实里头也 透露了蛮多的讯息 像他就有说 如果经济预测要 30天 60天 90天内 做出一个明确的经济预测 他也觉得是很困难的 因为现在变数太多 那他现在有决定说 就是把缩表 拆去所谓的渐进式 就是六月的时候 先是475亿美元 那三个月后之后 就变900亿美元 就是600亿美元的公债 然后350亿美元的抵押 担保证券 那他说这个 因为上一次的国会听证会 他有讲到说 这个缩表期存 大概会大概三年左右 所以到最后呢 算一算大概缩表的金额 是三兆 所以三兆以他目前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 九兆来讲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如果他减掉了三分之一的话 其实不要说三兆了 只要一开始缩表 他就发出一个信号 就是全球的资金市场 不会像过去那样 不断地膨胀下去了 这个信号呢 其实对很多的市场 都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因为像股票市场 像房地产市场 这都靠资金来支撑 资金越多 他就涨得越高 但是呢 一旦这个资金不再上 再增加了 那他们的这个价格呢 也就不会有 再往上推升的力量 所以只要发出来 就是我不要再增加资金了 这个信号就会打击到 这些市场 那现在更进一步说 我不但是不要增加 我还要收回资金 就表示那个水不是停止涨 而是水位开始下降 所以当它水位下降的时候呢 那个市场 不论是房屋还是股票 价格都会跟着下跌 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 这个下降的这个速度 跟幅度有多大 如果下降的幅度越大 就表示这个水位降得越快 所以房价股价就跌得越多 如果他说要在三年室内 要收回三兆美元的话 那不只是美国要收回三兆美元 其他国家也会跟进 因为其他国家也会升息 升息的同时也会收回资金 这是全球市场里面 泛滥的资金呢 会不止以三兆美元的规模 会以更大的规模开始收缩 所以这个收缩呢 就会把过去这个从2008年以来 一直在扩张 一直在泛滥的资金呢 让它停止扩张 开始反转 所以这个反转呢 对全球的资金市场 对全球的房屋市场 股票市场 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现在像国债它到期之后 不要再购买 可是如果美国它还要做一些基础建设 例如说像港口的改善的部分 它不是还是一样要发行国债吗 它现在说的是收回它 过去为了量化宽松 而发出去的国债 而现在呢 如果有新的需求发生的话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跟它印钞票认识 没有关系了 所以这等于是两码式这样子 应该是两码式 老师那以目前的数据 还有全球的变数来看的话 他下一次的会议是在六月中旬 那那时候因为我看他说 他们把未来继续升两码 这个可能性还是会继续在他们的会议桌上讨论 那他有暗示说不会拿三码出来讨论 所以照他这样的谈话透露出来的内容 有可能就是在六月就是下个月的时候 还是会再升起两码吗 现在的问题就是 巴尔对于美国的判断到底有多准确 我从他去年六月到现在的表现 我觉得他的判断是一塌糊涂 完全是错误 所以要他现在看六月呢 我觉得他完全看不到 因为他不要说三个月之后 我们从去年六月到现在看到 就是他连下个月情况都看不见 他一直有一些错觉 有一些成见 在他心里面去不掉 而且他其实不是真正的专家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到了六月的时候呢 会有几个变数会发生 一个变数呢就是 国务战争还没有停止 疫情呢也许结束了 但是疫情结束呢 会有另外一个反向的效果 那就是疫情结束代表了 全球欢声雷动 所以各行各业都开始大肆庆祝 所以消费啦 或各种投资啦 都爆炸性的增加 那个会使得需求面 会进一步扩大 那个其实对于物价的影响 是可能要比这个 这个乌尔战争结束 或者这个疫情结束还要更重大 另外就是呢 在六月的时候呢 美国的心计有可能会好转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假定疫情也结束了 乌尔战争也停止了 我们刚刚看到这些数字当中呢 消费会增加 投资会增加 美国政府支出也可能会增加 而美国的进口可能会减少 出口可能会增加 就变成 他把他经济往下拖的这个力量呢 可能消失了 所以美国经济表现得更好 所以一方面美国经济表现更好 一方面通膨更厉害 这个时候你说 鲍尔战要做什么决定 就不会只有升息两码 可能就三码 对到时候他就说 美国人民现在已经不担心 这个衰退了 不担心停滞性通膨了 只担心通膨 那当然呢 他就只有一个 这个目标要去对付了 那就是压制通膨 所以他的力量可能会更大 因为会觉得美国经济现在支撑得了 所以变成是升息的激进程度 还会再更加强 有可能 所以不像他讲的这么乐观 所以我们到时候可能 这一个月当中要观察 就是乌尔战争跟疫情 这两点 它的变化 如果像老师刚刚说的 就是都已经结束的话 或者是像疫情已经趋缓的话 它可能就会造成 这个通膨会更严重 可是如果乌尔战争还是持续呢 那疫情如果是趋缓呢 也会 也会造成通膨的提升 所以最主要关键 还是在这个疫情的趋缓 对 因为乌尔战争 它的影响就在能源跟粮食 这个已经显现出来了 可是呢 通膨胀不是只有两种东西造成 它是万物其障 所以如果到时候呢 这类的东西 它就维持在这个水准 那也不再会胀了 已经胀到顶了 但其他的东西呢 因为大家的这个欢心的这种心情 因为大家都开始庆祝 其他东西都开始大胀 如果那个时候呢 通膨胀可能会比这更严重 所以我们要观察的可能是 它新公布的CPI的数据 可能就可以推测说 连准会下一步的动作 到底会怎么样做调整 对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经周报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 你也知道 凡是跟刺激有关的这个市场 都会受缩 所以房屋市场也是一样 明年的利率 是绝对高于它 所以明年应该 它最后它的决定是2.8 欧洲决定是 欧物产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金融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报 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 请您支持中天监督的力量 记得把下面这一段 工商服务影片看完哦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这组 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比较迷你的水神雾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